劝退啊,获了300万,创新者移民英国 后悔了,摊牌了 三年时间,投资20万英镑 加上生活费,杂七杂八,公司运营15万英镑 待了三年,最后签证被拒,无奈,打包回家 摊牌了,后悔了 这是最近接连接到的几个案子咨询 很多创新者移民在英国熬了三年 但是到申请永居,申请绿卡的时候 就被移民局无情的拒签 看完拒签信之后呢,其实有很多感慨 忍不住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想法 一些行业内不想听到的想法 也没有人说过,没有人敢说的问题 从业十八年,我不能说我百战百胜吧 但是至少到今天,仍然能够坦坦荡荡 能够,依然能够活跃在行业里边 仍然能够心有初心,坚持分享 是有我的原因的 最近看到几个创新者签证被拒签的案例啊 为什么都是拒签以后找的我呢 可能是我比较擅长 比较愿意做这种复杂的案子吧 总结一下,大部分人都是犯了一个错误 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就像我说过不下一百次的那种错误 投资,投资在其他人的企业里来办这个创新移民 就像我一直强调的那句话 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你选择办理创新者签证,创新者移民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投资其他的企业 也就意味着你把命运交在别人的手里 也就意味着你相信那些所谓的股份回购 所谓的这种公司担保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认知的错误 有限责任公司拿什么担保 几台电脑吗 这个担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谓股份不值钱的股份有什么用呢 对吗 这种情况下不出意外的 你要不然联系不上这些投资企业 要不然这些投资的企业 你所投资的企业 没有办法提供移民局所要求的 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后悔 后悔吗 有用吗 还是那句话 靠运气赚来的钱 或者说靠父母给你的钱 完全你靠自己的实力 一步一步被收割掉 我从来不吐槽友军啊 因为友军并没有拿着刀 拿着枪在你头上 逼着你签字 逼着你给钱 阳谋不阴谋 这是基本原则 对不对 这个社会很简单 其实复杂的是人 很多人 特别是那些年轻人 刚毕业的年轻人 特别是那些从英国回去的年轻人 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被收割自然是在所难免 我们要看问题 看本质 创新者移民的本质是什么 创新者签证 第一个签证并不难 难的是你拿到签证之后 你需要满足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金钱的超能力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没有错 但是前提是 你的超能力发挥在正确的时间 发挥在正确的人身上 好吧 我好像又说多了 一切都是因果 没有差好抱怨 各位正在申请 或者已经申请创新者移民的朋友们 兄弟姐妹们 赶紧自己检查一下 你自己运营的企业是否正常 是否能够满足基本的 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如果你是投资别人的企业 要给自己敲个警钟了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投资别人企业 办理创新移民的 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联络我不一定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至少有能够解决你所有问题的方案给你